勤修善法了 心无懈怠 这真精进 这个精进的速度就太快了 你走的是直路 没有拐弯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业门 直学业门 专修 这业门里面还好 现在还没出第二种 下楼的汇集盆 现在注节只有一种 黄念做楼就是注 如果将来还有别人注节 那里的优分了 平弥陀金 弥陀金注节有很多 意义哪一个注节 就是能有成立一个法文 连持大事的宿朝 偶叶大事的要解 游戏大事的院中朝 这是弥陀金注节里的三个代表 弥陀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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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金注节 我们学义学义 这些祖师大德了 可以说决定是有修有正 都是正果的人 才敢诸书历书 这些祖族流传给后世 经过多少人厌慕 这些看的人都肯定这个柱子没有错误 惊人的东西没有经过考验 有没有错误 我们不知道啊 古人的东西经过千百年的检验 那些都这都是检验 苦口 新产品没有没有这个经过检验 靠不住 这是老师教我们 寻古著的理由 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那么尤其是现在经人足迹 第一个 他们的定力 没有古人深厚 他们的智慧 没有古人那么深广 为什么 智慧是从定力生出来的 这不是知识 那经人所学的是知识 不是智慧 那经人东西从哪里来 光是多文 啊 他看的东西读 读的东西读 记的东西读 啊 换句话说 他的知识面很丰富 他搞得是这个 他没有智慧 智慧跟知识 是两种事情 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啊 佛经 中国传统 辱师道德三家的 典籍 是智慧 不是知识 啊 不能把它看作知识 看作知识就搞错了 真东西 你学不到 你学了之后 能说 能讲 你得不到收拥 啊 智慧 能说 能讲 能得收拥 不一样 啊 你读读 读读 谈经 就知道了 多年级别 念个二三十遍 你慢慢去回味 智慧 智慧是什么 首先你会想到 慧能这个人 是个普通的人 这个人命也很苦 很小 父亲就过世了 好不容易 母亲把它带到 那我们相信 他二十四岁的时候 母亲也不过是五六十岁吧 母子相依为命 生活 靠苦力 每一天上山上就砍柴 跳到城里面去买 鸡蛋柴 很便宜 那个时候还用铜板 三个铜板 我记得很清楚 是一分钱 一毛钱是三十个铜板 一块钱是三百个铜板 但是铜板很值钱 小时候我们上学 母亲给一个铜板 上学去 就能买一个油条 一个哨饼 一杯水 你看早餐就结局了 一个铜板 一旦柴火很便宜 也不过就是十几个铜板而已 像不到一毛钱的 一毛钱三十个铜板的 但是 他一家年口 十个铜板 一天生活费用就够了 抗战时候 那个时候就生活 但是很辛苦 语音都偶然的 他那一天的柴 卖给一个客栈 客栈是旅馆一样 规模很小 一个客栈 只有几个环境 有五六个环境就不错了 客栈里面听到有人念经耿经 他站在窗口 那个时候的窗户 纸糊的 没有玻璃 纸糊的窗户 听得很有味道 等他念完了 他就敲门 离头人们门一开 看到这个年轻人 跟他讲 你刚才念的是什么 很有味道 这是我刚才念的情感情 他把他听的那一段 他体会到的意思 讲给他听 这个句子 感到非常惊讶 当然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住在哪里 你干什么一事业 有没有读过书 有没有学过佛 问他 他什么都没有 居然能听得懂 尽感情 能够把意思 讲得这么清楚 这是欺人 立刻就劝他 到荒美 去参访 无足任何人 那家的老妈妈怎么办 这个人拿出十两银子 可不得了 十两银子的时候 他一年都花不完 他一年都花不完 跟他做安家费 找几个修佛的朋友 照顾他妈妈 让他安心 到黄梦 到黄梅 去求法 你知道这么一段故事 你就晓得 智慧跟知识 是两种事情 由智慧的人一定有知识 有知识的人没智慧 智慧能解决问题 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 而且有后遗憾 而且有后遗症 这我们现在很清楚 东方 在中国 在印度 教训 是教你求智慧 不是知识 所有用的手段 全是智慧会 你看同盟教训 六七岁的小孩 刚上学 这同盟 起盟 就依照 戒定慧 这个原理 来教小孩 戒是规矩 小孩要学守规矩 规矩是要小孩 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回家 怎样消身服务 由爱兄弟 尊敬长辈 教训 会尊重 这是实学 让他养成习惯 这做人的基础 做人的根本 知道 张忧有序 这里面学 忍让 忍让不是 大的让小的 小的让大的 比你年长 你对他就要尊重 大的要爱护小的 小的要尊重大的 从小养成 如何修订 这大事 小孩也会忽思乱想 如何防范他 不忽思乱想 想出个什么方法 背书 那背书他就不忽思乱想了 所以要想的 背书主要的 第一个意思 是防止小孩 是防止小孩 胡思乱想的 修订的 书念背的人 那是负责用 那不是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是让小孩 心定 保持清净性 平等性 清净平等就是你本有的 不是外来 虽然念书 别有目的 念多了 念熟了 不就会背了吗 会背了 第一本会背了 背得很熟了 再调一本 教你背 总是不让你显著 不准你胡说来笑 你所想的是这个经理的经文 这个可以 那意外的不可以 修订了 所以小朋友 早的八九岁 只会就开了 从哪里看呢 从这些文章看 小朋友 初级小学的作文 我们就看到了 作文不长啊 只有几十个字 大概都不超过一百字的 显得非常好 小学 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六千年 着重在这些方面 可是高等小学 大概十一二岁 那文章就写得非常好 真有一点智慧了 这个就是 界定 扎根 至少 想点 就是 感谢观看